但是你說消費者自己要自保 我最近看到這個九大保健食品 我最近不知道要怎麼自保你知道嗎 我們來看看 最多最多 目前最多 美白 養顏 瘦身這種保健食品 還有葡萄籽 珍珠粉 這老一年可能都吃金珠粉 膠原蛋白Q10 左旋C 玻尿酸 胎盤素 西印度 櫻桃 甲殼素 啤酒酵母 寒天無說不及 這真的真的是怪他肉外 再來排毒的系列 還有一些苦瓜 梓花 木素 藝人 防癌系列 有些什麼螺旋藻 巴西蘑菇 刷魚軟骨 零雞 章枝 黃旗綠茶 還幫助新陳代謝的保健食品 提升免疫力 抗老化 還有健骨 可以當大人的這個保健食品 健老抑制 降檔固存 這個通通都不是藥品 通通都叫做保健食品 對於政府的想法是說 對於藥品會很嚴格的管制 可是對保健食品 環境你就是食品 你愛吃你就去吃 吃面上你也很好吃 到底這些食品 我們是不是能夠安心的食用 我們先談到大家最常吃的 就叫做維他命 現在大家在爭議說 台灣在賣的維他命 其實很貴很貴 你今天要吃很多人去走到美國 還是外國 美國走來 當然美國的維他命很便宜 現在包括行政院表示說 行政院副院長朱立倫說 他自己的想法 這個應該是食品 而不是藥品 換句話說 接下來很可能 維他命就會改變成是食品 可是我們擔心 如果維他命真的是食品 會不會有所謂的濫用 過度使用的這些問題 我們來看看維他命究竟是怎麼樣發展 以後民眾常吃的綜合維他命 將被列為食品管理 不但可在一般的超市跟商店就能買得到 價格也會比較便宜 降低10% 我還是在美國 德州 那我們需要東西 他們買得比較 美國後通常買得比較便宜一點 那現在在台灣改列為食品比較便宜 會不會以後都在台灣買 對 我也希望這樣 台灣現在很方便 會買啊 可是還是會先請醫生看 因為個人體質不一樣 能吸收的程度可能也不一樣 維他命只要不宣稱療效 都當食品管理 不過像是注射型 還有單方高劑量 像是脂溶性的維生素ADEK 以及液酸 還有非天然成分的產品 因為過量的服用可能會中毒 所以還是以藥品來列冠 而將來綜合維他命改列為食品之後 市場的選擇也會變多 不過品質可能就稱之不齊 它售價或許會降低 那本身來講大品牌的話 它的降低的幅度有限 因為其實它本身 善存本身它的價位 其實是也不會說蠻低的啦 也不會說很高啦 所以它也算是在中等價位 就是說沒有管制那麼嚴格的話 相對來講 每一個地方都可以賣維他命 那本身來講當然在管理上 就要再多加強 避免說有些 有些本身是不合格的商品 然後拿來台灣賣 藥師提醒民眾 面對琳瑯滿目的維他命 民眾還是要依照自己的需要 跟合適性謹慎購買 也可以詢問專業的藥師 以免吃了不但沒有效 害危害健康 民事長我們面對一個兩難 很多人在吃維他命 當然我們希望售價便宜 那改變成食品的話 售價一定會降下來 降多少不確定 然後現在有人講說一層 有人講兩層 降價對消費者一定是好的 但是會不會造成所謂的濫用 過度使用的問題 這個部分我是比較不會去擔心 跟煩惱的 實際上在國外 像在美國 你在櫃檯在超市都可以買到維他命 很開放的 如果是瘦 老八歲也不會說 瘦啊 我買回來之後 我一天吞過來之後 吃什麼吃飯吃菜 這樣一直吞下去 對不對 因為那種味道不說太好 還不特別香 還不特別香 沒有 維他命C 對啊 沒有 維他命C 也不一定要很便宜 還不說特別好吃 所以我不會煩惱說 我們的消費者去吃很多 消費者 我們臺灣的消費者 那個程度 不會輸他們那邊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綜合型的維他命 用食品來灌 介紹下來 這是應該的 你如果說 那種味很高 或是注射在用那種的 那種可能大家要小心 因為實際上真的 維他命是有毒的 有一個維他命B6 B6一般來說 你一天可能吃超過 兩個mg 1.5mg 你如果吃超過的時候 你就早產生神經上的問題 對不對 這個時候 大家不知道 你那個維他命 用高機量的 那時候你可能出一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是 有的方便需要去做檢討 所以站在小機會的立場 你們是暫行改裂成食品 當然是要這樣 當然是要這樣 副署長我會請教你 如果真正有好不賣 為什麼當初 你在做副署長的時候 維新書跟目前 還堅持要是藥品 而不是食品 我剛才開始就有說了 民眾跟他的目的 完全不知道 什麼是藥 什麼是食品 吃下去 都是藥 所以第一點 我是要跟大家強調 十二年前到十二年後 避開的 科學進步 醫療進步 但是臺灣水油劑的 人數是越來越多 五倍 為什麼 所以可能要大家修讀看看 民眾 是亂講不知道要吃什麼油 還是要吃什麼東西 這是第二點 第二點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就是說剛才的豬副院長講的 其實是對 某一種劑量以上有治療效果的 應該稱之為要 某一種劑量以下 應該可以當作食品來做的販賣 OTC可以隨便買得到的 這個透過 衛生教育 好賓賣 去接收 去知道去用 但是有這個東西 可能大家一直一直在用 但是不知道 我在衛生宿 其實我有問過 藥中處長 跟食品處長的時候 請問 市民商賣 不要說油的名字 一罐一罐裡面有 含酒精 飲料的那些東西 電視廣告很嚴重的 那所有老公 吃吃來講 名字開來 都穿扁扁 白去 英家店面 油的油的 一罐一罐下去 請問這油還是食品 他們兩個 重點不夠用 他說 酒精成分 含某一種程度以下 叫做食品 某種程度以上叫藥品 請問 我們社會者 不知道說 那是幾% 基本不知道 沒有知道 所以你有成果 你本身 不要含什麼油還是食品 食品要有管理 是統一管理 統一管理 這樣就好了 那你讓你兩個去 你兩個去輔助去 讓民眾知道說 這可以吃 這不可以吃 這比較重要 是 你不可以整個幫 這不是 他拿他 他拿他 衛生導理用 拿他 民眾要拿什麼 所以不怪 瀉油脂 我們已經做 全民健保 做到這年 瀉油脂 竟然是十二 年輕的五倍 不過這很可憐 但是瀉油脂 可能 搶綜合維他命 比較不可能 吃維他命 吃到瀉油脂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外面的健康 民眾今天不知道 他吃的是什麼東西 到底是油還是食品 不理口菇也精力起來 如果說這個資訊 有錯 拜託大家來跟我們 更正一下 就是說 維他命吃多了 真的也會出問題 當然適量就好了 不足也會出問題 過量也會出問題 如果維生素A過量的話 會累積體內的肝毒 孕婦吃太多 會所謂的畸形的胎兒 這部分 胡蘿蔔素B可能會致癌 我一直強調 這是過量的部分 吃婚的人最好 不能吃 這個會加重的影響 維生素D過量 會有毒性 維生素B6 剛剛秘書長說 可能會產生神經的必變 然後維生素K 可能會抵消抗凝血藥物 還有RSP0的這個效果 維生素C吃太多 油脂結晶 大家說維生素C越吃越好 還會抗H1N1 沒那麼沒吃 這個可能會導致 所謂的腎結石的問題 還有痛 然後呢 還有像是這些東西呢 可能都會有其他的副作用 我請教蔡佛理事 到底是要怎麼吃 你在買健康食品的 我現在有點尷尬 到底是要吃不要吃 要是要吃多少人怎麼知道 其實應該說 每個東西過量吃都有問題 有很多學者研究 我們的米 米吃太多也會有問題 吃飯有出事嗎 米對身體產生過敏 米也會對身體產生過敏 所以任何一樣東西 如果吃東西過量都是不好 我們剛才書長有在說 其實台灣現在藥品跟食品 集中管理 要類似像米國那樣 用FDA的刺激 希望可以幫助 未來在管理上比較及時 不早常有這個問題 聽書長說 這東西到底是在藥證處灌 還是食品處灌 藥證處說這不是我油品灌 食品處說這不是我食品灌 到底什麼要灌 有這個問題 包括我們剛才你看 剛才我們列出來 九道保健食品 那張 其中一個就是 有很多東西是大家一直把它當作是食品 但是它不是食品 什麼東西 我們在九道保健食品 在說健腦抑制 這是銀杏葉 銀杏葉 這不是食品喔 銀杏葉 銀杏就是我們常常吃 半島吃白的白果 對 我們吃的果實 那是銀杏果 那個銀杏果是食品 但是銀杏葉是藥品 銀杏葉 一點就不能放在食品裡面 銀杏葉是一個藥品 我們是說其實有很多東西 它都有一定的管理 包括我們剛才說的維他命 是不是未來要開放成食品 現在我們會安排在一起 就是把剃火的 二大大 wurde 借了